農業瀰漫 火苗不斷竄出 挖土機在火場裡翻牙翻 水線也持續灌咎 就怕還有殘火 桃園續復藥廠 火勢延燒了18小時 終於在21號早上全樹撲滅 事發當下一名台積工人手部燒烫傷 治療後沒有生命危險 但另一名傷勢較嚴重的 菲律賓籍移工送醫後 在凌晨宣告不治 我們皇戶的那些農機 我們到最後也因為它的波警 還是全面產生素濕濕的爆炸 讓全國火場進入一片火汗 廠房內部複製一具外牆焦黑一片 窗戶也掉落玻璃碎片散落一地 網友在臉書社團貼出這張照片 好幾名消防人員累壞了 直接躺在地上休息 讓人看了好心疼 有民眾隔天一大早 立刻帶了熱騰騰的早餐來探班 消防人員席地而坐享用民眾的愛心 桃園市長鄭文燦上午也親自到火場慰問 主要是因為風勢非常大 那隔壁鄰近的倉庫跟紡織物都很多 所以隔壁的這個廠房也波及 大概損失大概什麼樣子 不知道有沒有探在平址當中 那那個 他們有沒有跟我們聯絡說需要賠償 還是怎麼樣 他有開協調會處理 要闖大火波及附近五家工廠 接下來敘婦也將和這些廠家 進行協調賠償 記者劉志展 蔡宇山 桃園採訪報導 立刻訂閱中天電視 支持監督的力量在中天